大家好 今天是3月25日星期四收市之後 恆生指數今早被隔夜美股客壞 尤其是科技股中概股 美國證監會說 如果會計準則不合乎規矩不如走 其實這些中概股離開美國除牌 趕來香港上市這些故事講了很久 不過當然市況氣氛不遷時是特別恐慌 今天恆生指數和科子曾經一度探底 恆子昨天更加跌穿了 我經常最擔心頸線8000 而今天其實就算衝低再回順 差點上升但都無緣去收復 所以還是要審慎 科子8000點的位置是前底位 這兩天都穿雨不穿之間 不過這樣看 恆生指數和科子今天都是有揚足 成交大一點 好像美團阿里巴巴京東這些是有成交 有淨資金流買入 我為何判斷市市是否墊底 當然不是 因為其實一些之前不能穿的底部 其實都是穿了 雖然你第二天是低開刀走 但是沒有收復 所以不敢大聲說見底 但是如果這樣的低開刀走 或者高開刀走可以延續多兩天 原來是失守了某些重要位置 之後兩天是能站起來的 尤其是見到個別一些重要權重股 如果股票真的有資金流入 那又可能有一絲希望 因此最後甚麼結論 都是建議大家繼續去審慎觀望 正路今天有很多股份 低開刀走都還可以看多一天 如果後市解除風險才再買 那心就穩當多少 大家繼續守候 大家繼續守候